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看不到一丝作纹 四肢也非常纤细修长 保养得宜 不过当他侧身面对镜头时 腹部位置微微隆起 网友们纷纷留言询问他是否偷偷怀上第三胎 对此他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说起来杨思琪每次怀孕都很低调 已对子女生父身份至今成谜 被媒体问及何时休息养胎 他表示11月都要再飞没有休息时间表 如他所说 自己都要努力 现在的女性财政要独立 或许杨思琪早已从很多人的记忆中消散了 其实他原本有机会走上巅峰的 毕竟他可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大满贯港姐 曾备受TVB高层青睐 手握大把影视资源 一度风光无两 可惜恋爱脑害人 壮当红时他一头栽倒在感情里 导致事业全面瘫痪 九年倒贴转眼成劈腿拜金 在一片谩骂中又遭骗财骗色 还未婚生女 再也没能翻身 从1973年起 香港小姐就不断上演着一夜成名的湘江传奇 而竞选港姐也成为了杨思琪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父亲是保安 家境寒微 虽然日子过得有些紧巴巴 但街坊街里守望相助 杨思琪过得简单而满足 彼时她的梦想便是嫁个好老公 生儿育女 平顺的一生 所以大学报考了教育学院准备安安稳稳的做老师 可命运的走向往往难以预料 23岁的她跑去参选港姐 竟出乎意料地得了六项大满贯 成为港籍史上获奖最多的冠军 不过她的幸运却并不止于此 200年以后 内地的娱乐圈慢慢发展起来 港圈则走向落寞 为了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不少港圈艺人选择来到内地发展 港圈则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 TVB里也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 已经找不到可以顶大梁的当家花旦了 恰好这个时候获得多个奖项的港姐冠军杨思琪出现了 TVB毫不犹豫牵下她 并把她往当家花旦的方向去发展 往她身上砸下不少资源 TVB一般捧人的方法都非常简单粗暴 直接让各种大牌带着新人抽演 即使新人演技不好 在他们看来 即使新人演技不好 演得多了也自然磨练出来了 杨思琪就在这种培养方式下 一出道就和大牌明星合作 她不仅和樊少皇合作过前犬仙凡间 还和黄宗泽吴卓熙合作过英雄刀少年 她是女主 TVB在她身上可谓是下了血本 甚至找来奢侈曼和郭县妮给她搭档 后来又让刘凯威跟她合作 杨思琪的名气也在公司的帮助下迅速走红 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刘凯威不满意 被公司强制要求捆绑 拍完戏后就离开TVB来到内地发展 按理说TVB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杨思琪应该也会成为当时红透半边天的人物 可她却在事业飞速发展时 做出一个不理智的决定 她谈恋爱了 其实谈恋爱在娱乐圈里也不算什么 TVB的领导也曾表示过 不限制一人谈恋爱 只是希望一人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毕竟谁也不能确定当时相爱的人能够走到最后 可杨思琪不听 她不仅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爱情 甚至大张旗鼓的谈恋爱 丝毫没有自己身为当红明星的自觉 当时和她谈恋爱的是一个叫做李永豪的一人 俩人是在《血剑薛源》的剧组认识的 杨思琪在拍戏的时候 不慎受伤导致腰椎断裂 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 李永豪却立刻出现 背着她去医院 这一次的英雄救美 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而李永豪不仅把她送进医院 还经常照顾她 给她送饭 在她的暖心公事下 杨思琪顺理成章地爱上了她 俩人很快就走到一起 李永豪不算是无名小辈 她的父亲曾是专业的武术指导 李嘉鼎的儿子 奈何她在演戏上缺了几分运气 演技在娱乐圈也只能算一般 一直没能活起来 或许因为她的名气太差 两人在一起后 不少人都不看好这段感情 可杨思琪当时一心只有她的爱情 不把任何人的话放在眼里 不仅如此 她还直接和李永豪一起住 她的举动也让TVB生气了 他们要求杨思琪 无论真的假的必须和李永豪分手 否则就让她付出代价 TVB其实也算得上是仁慈了 他们只需要杨思琪公开表示分手 私下怎么样他们并不在乎 但杨思琪又岂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 那时的她年少轻狂 面对领导的压力 她选择了爱情 而TVB高层也彻底怒了 他们不顾自己在对方身上花了多少资源 直接减掉她的工作 演戏时的范围也从当时的女主角 变成了一个个配角 这一举动算是把她血藏了 只是偶尔会安排她参加一些节目 维持身上的热度 2011年6月份 杨思琪突然单方面宣布分手 这让李永豪始料不及 面对渔记的采访 李永豪一脸懵懵的样子 搞没挖掘新闻的能力 全世界最强 没过多久就拍到了 杨思琪和前跳水运动员吴帅在一起 据说这位身家不小 而且杨思琪主动接送男友的照片 也有被拍到 于是杨思琪劈腿的新闻 传得沸沸扬扬 眼看名声要坏 杨思琪为了挽救 声称自己是跟李永豪分手后 才跟吴帅在一起的 但是媒体可不是三岁小孩子 那么好糊弄的 翻看以往的记录 发现五月份的时候 杨思琪还跟李家人聚餐 为李永豪庆生 满怀期待嫁入李家呢 杨思琪为了给自己劈腿找理由 在综艺节目上大吐苦水 说南方全家人都是靠自己养 而且李永豪在家没有地位 经常被哥哥打 而且拍多这么久 李家也没有表态取他过门 杨思琪这档综艺刚录制完 听到消息后的李家人都要气疯了 他们彼此又互撕了一段 掉了一地的鸡毛蒜皮 没过多久 搞没拍到 杨思琪大着肚子赴美国代产 这真的是被自己啪啪打脸啊 嘴巴能随便说话 但是肚子可造不了假 如果说谎能换来幸福 掉到金归序也算赚到了 只可惜杨思琪没想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富豪丈夫居然是个欠了不少钱的人 不仅如此 她在内地也有了未婚妻 两人的婚姻也在此刻成了笑话 事情被爆出后 杨思琪对对方非常失望 两人的感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此期间 杨思琪生下了一个女儿 或许是孩子没有父亲的缘故 杨思琪对女儿非常关心 用尽自己的努力给予女儿最大的关心 就在所有人以为她会和女儿相依为命的时候 她却再次震惊了不少网友 2021年 她爆出自己二胎的消息 并表示自己已经结婚了 杨思琪无预警官宣 双起临门 让外界再次惊讶不已 事后港媒爆料 称杨思琪的神秘老公是内地富商 出手阔绰 生一子就奖励千万港币 对于外界的猜测 杨思琪则不愿多回应 2020年1月初 杨思琪开心报喜 顺利诞下二胎儿子 乳名猪猪 实现儿女双全梦 按照媒体的爆料 杨思琪嫁了个多金的富豪 自载当阔胎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二胎产下不久 杨思琪便急速瘦身 付出捞金 为而赚奶粉钱到处奔波 从结婚怀孕到生子 杨思琪的神秘老公从未露面 但是他表示在生产的这段时间 老公很是体贴 不仅帮着换尿片 还照顾他们一家人 非常尽心尽力 据相关人士透露 杨思琪的老公在他生产后 还奖励了价值千万的礼物 他们的女儿也表示欢迎弟弟 自那以后他就经常秀恩爱 晒自己的孩子 可这一切在网友的眼中 却完全是另一个意思 毕竟自从怀孕后 孩子父亲的消息一点都没有爆出来 不少人都觉得 其实孩子父亲并不存在 面对质疑 杨思琪显得非常坦然 他直言 孩子的父亲并不喜欢暴露在大家的视线中 如果以后他有想要出现的想法 他也会公布出来 除此之外 他还说了 孩子的父亲在看到网上的评论后 反应非常有意思 有时候还会发笑 还有人表示是不是他的丈夫还有一个妻子 所以杨思琪才不敢公布他的身份 杨思琪表示非常可笑 并霸气的说 如果他敢有其他妻子 那他就死定了 2021年4月份的时候 杨思琪和孩子的家人一起出门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车祸 索性除了他受伤了 其他人都没有问题 这也让杨思琪多少有些宽慰 杨思琪前半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儿 他从出道进入娱乐圈后 就一直拥有很好的资源 如果不是为了爱情 恐怕现在他有很不错的发现 不过万物都是有得有失 虽然他失去了事业大红的机会 但他毕竟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和帅气的儿子 面对这样的结果 恐怕杨思琪也不会后悔 属今的杨思琪已经44岁了 他的丈夫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不过据他所说 他的丈夫和女儿相处得非常好 有知情人士爆料 他二胎儿子和前男友吴帅长得一模一样 女儿则是只有眼睛像 这次估计也是同一个父亲 对外界的种种质疑 杨思琪不厌其烦地澄清 却始终不愿意公开老公的身份 也没有分享过对方的照片 哪怕背景照也没有一张 八月份受访时 他再次强调自己真的有老公 老公是圈外人 只想过正常生活 所以不愿意露面 讲真的 结婚生娃是私人事 杨思琪是否愿意公开 都是他的个人自由 不管怎样 希望他真的能得到幸福吧